嗯 猜特点规则 每轮游戏一位成员根据题面 在十位成员中 说出具备这一特点的人选 其余成员根据人选 反向推测题面是什么 答对题面最多的成员获得题名 先有请昆尔兰出战 昆尔兰 我挑选一位同学对不对 对 陈鹏生同学对 看看看看 哎呀 我看一下大家 好 看一下 最符合那个词的人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你不能举 他要举 哦 举 听规则 举 举 举吧 举 规则的沙漠 我举这位朋友 凯哥 最帅的人 最近最胖的人 不不不 需要减肥的人 体重失控的人 最能喝酒的人 哎有点关联 有点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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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 举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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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举王 我在你们脑子里都是留下了一些什么印象 哈哈哈 这真不好看 哈哈哈 有一种人 他煮了 但是 最爱放桌子的人 最爱放桌子的人 放桌子 放桌子 蕾蕾仙道 等会儿 我放谁鸽子了 你放的和平鸽 这活生生的污蔑啊 这说 这道题的正确题面是 看起来最爱放鸽子的人 看起来 看起来最爱放鸽子 但其实从不放鸽子 对不对 是不是 接下来请吴磊出战 我想问 举手了你吧 这个有点难说 选我 不管是什么都可以选我 真的吗 不管是什么 万一不能成瘦呢 就是想被选是吧 这个真的很得罪人 这个得罪人 这个很得罪人 你刚才要了 别选我 你想想这里头 反正你得罪谁 你不怕 你看着办 这么难吗 这个 这个真的很难 我知道选谁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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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多的人 不对 脸最脏的人 哈哈哈 不考虑自己形象的人 画最蜜的人 脸最圆的人 最爱减肥的人 不是 不是 眼睛最小的人 不是 不是 其实跟刚才那个 师范那个范围里 最爱买单的人 哎 其实跟买单 买单差不多 淘单 淘单的人 老说没带钱包的人 最最抠门的人 西丁哥对了 西丁哥对了 谢谢 所以开门真的假的 那你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有一次 我跟金姐在健身房 遇见了 他在练瑜伽 但旁边明明就有个瑜伽室 他就是不去 我就说哎 为什么他要在这个 过道中间练瑜伽呢 另外收费 哦 那你上人健身房干啥 你在家练就完了呗 那有空调 哦 家里不舍得开店 你知道吗 一进屋就拿把火机 怎么玩 是啊 而且我根本不住那 我杀的是别人的门口 哈哈 听一个好东西 哈哈哈哈 行 ok ok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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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啊 这么直接吗 这么快啊 你这么毅然决然 哎 陈哥 看起来最有力气的人 最壮的人 no 最老实的人 最臭美的人 老杀杀了没仇吧 你臭美怎么了 我画眉梦 哈哈哈 最孤独的人 啊 我是我是空潮老人啊 在家 哈哈 吹拉 看起来最空潮的老人 哈哈哈 跟这是跟性格有关 最豪爽的人 哎 我知道 最无聊的人 哈哈哈 你接着说 哈哈哈 老无聊 我嘴最被笨的人 你嘴就够笨的了 哈哈哈 最时尚的人 哎 接近 最挂项的人 更接近 最更 掉两个的人 快啊 最容易掉两个 快 不是 最容易看穿的人 你是非常接近了 什么什么 那你倒是说呀 哈哈哈 最容易被看穿的人 一定要一定要全对吗 最准确的意思在了就行 行好吧 那那就是贝比姐了 是什么人 是一个藏不住事的人 啊 麒麟你为什么选 诚哥不选凯哥这一题 他也藏不住事 虽然这俩都挺藏不住事的 但是凯哥是真藏不住事 这个题是看起来藏不住事 哈哈哈 哦 那你是事实 我一藏不住事 二还爱放鸽子 我这 你是藏不住的放鸽子 我人品多差 我这 就每一次你放鸽子都藏不住 哈哈 哦 来 哎 哎 呦 牙齿上最喜欢张口红的人 牙齿上最喜欢张口红的人 不对 哈哈哈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最容易脱发 不是 现在开始脱发了 你现在 最有魅力的人 最有魅力的人 天真 天真 浪漫 浪漫 无邪 哇 我感觉我要给大家发红包了 没有这么好的词吗 发飘 你们到贝贝这儿就是天真 无邪 可爱 浪漫 到我这儿就放鸽子 哈哈 人缘 好 人缘 知道什么叫人缘吗 凯哥 再想吧 哦 这是会照顾人的人 不对 不对 那肯定不是好词啊 你想什么 那些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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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迹 唠叨 跟这个平时你 看起来是在八卦的人 八卦 对了 哇 完全对 那我是实至名归啊 蕾蕾有点东西啊 吴蕾你刚来 你对这些人都这么了解 还有鸡 还有鸡 不就八卦了 这没错啊 这贝贝有一次自己说的 她是吃瓜协会会的 我实至名归 我来啊 你别别把手放下 我看看你们几个 我看起来谁八卦 我就找你八卦了 你就来吧 孙涛 来 看你 他都笑成这样 这么好笑啊 这题挺狠的 这题可挺狠的 是不是得罪人 哎呀 这题老狠了 老狠了 老狠了 那我就不客气 八卦 八卦拿我 这个吧 这种 郭庆林 人品最差的人 沾边了 沾边了 这还沾边啊 沾边了 看起来最不靠谱的人 最好欺负的人 沾边了 都沾边了 都沾边了 沾边了 心眼比较小的人 都沾边了 沾边 把那不好的都说出来 有仇报仇 最小气的人 眼睛最小的人 沾边了 沾边了 我再沾边 胆子最小的人 体力最差的人 沾边了 沾边了 怎么那么多 看起来最柔弱的人 沾边了 你什么都沾边了 你的妈 什么都沾边 啥都说沾边 欠人 这咋还打我呢 什么全沾边了 嗯 你好好说个范围 我好好说一个啊 最迷茫的人 迷茫已经沾边了啊 迷惑的人 迷人的人 迷惑的人 迷离的人 最忧郁的 迷路的人 迷路的人 沾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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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啥了 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是你这一针沾边了 等 等 等 什么 什么 你想起来 你刚刚说啥没 我瞎起来 我瞎起来 最喜欢独鼠的人 沾边了 啊 你看看 最孤独的人 最孤独的人 最寂寞的人 最寂寞的人 应该是金晋贤说出来的 金晋没说寂寞 说了 我说了 我小声的说了 最孤独的人 最寂寞的人 寂寞的人 谢谢公平的导演佐 为什么是麒麟啊 因为他的才华过于的高 所以他特别的寂寞 高处不胜寒 难免觉得寂寞 很孤独啊 很寂寞啊 你在我们这里是个宝藏男孩 好来 我选昆昆 昆昆 不是 最符合我那道题 好 我知道了 刚发了专辑的人 有病脚 病脚最浓 没有女朋友的人 怎么 不对 我说的不对 那么应该是你 都老大一把岁出来 里面是最近最什么的人 最近什么的人 最近最猛的人 最近最酷的人 不对 最近最快的人 啥呀 啥呀 他早上 好 那是我 我知道 最近最 忙的人 都忙吧 快了 最近最近最不忙的人 不忙的人 恭喜你 我是提供了一个 我跟你讲 我叫抛砖 我叫尹玉 最近最不忙的人 最近最闲的人 因为他看了好多电视剧 又看了好多的综艺 也没毛病 哎呦 我觉得是 哎 哎呦 我觉得他是啊 最敬业的人 看起来最爱美的人 最迷人的人 不是 最有事业心的人 不是 最胖的人 最胖的人 不是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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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最那个的人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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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什么那个 不是 最清纯的人 不是 最纯纯纯粹的人 最纯洁的人 最美好的人 50的人 50 简单 可爱 最善良 最善良 不是 比较中性偏低一点的 最寡淡的人 最寡淡的人 什么寡淡 寡淡 中性偏低嘛 寡淡 就他老人 最娇羞的人 不对 对 撒娇的人 不对 最壮壮的人 对不起 最妆嫩 少女心的人 太小一点 虞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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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幼稚 但这个词还可以啊 对对对 恭喜凯哥 我怎么老给圣凯做前面的那个抛砖的人 圣凯 我是抛砖 我是隐喻 为什么看起来最幼稚的是柳元姐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平时朋友圈看起来都老发那些很可爱的东西啊 特别小女孩心思 所以很幼稚 其实是变相夸我 谢谢 我不客气 你们到底谁更幼稚 哈哈 哈哈 恰不动 哈哈 哈哈哈 哦 哦 这什么 看上去是啊啊的人 哦 哈哈 好难呢 觉得都是 都是 觉得都是你知道吗 这要不上好词你就等着收拾吧 还都是 哎 哎 对 最懒的人 最迟缓的人 哈哈哈哈 哈哈 最自恋的人 最虚伪 最怕老婆的人 曾经帅过的人 哈哈哈哈 眼泪呀 止不住地流 扎心了啊 扎心了 哈哈哈哈 你给问问我缺点太多了 你给问问 往声音让响 声音啊 最沙哑的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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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笑的人 笑声最磨叮的人 最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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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两分啊 最吵的人啊 你还好 你说我的 你自己打碎是不知道吗 你看起来最吵 但听起来确实是金匠 哈哈哈哈 你俩不想放下 都等一下 看起来最受 哈哈 我这 这么难 啥 这个 得罪人呢 别选我 哈哈哈哈 还选我 那不选你选谁啊 这个 这题都出生这样了 这还有 这还有 鼓励的 我这 这群众呼声太大了 我没法改了 这个 年龄最大的人 看起来最笨的人 看起来最停止的人 尖诈的人 尖诈 这人都把尖诈都展出来 这个选择 不是一个 坏的选择 最怕媳妇的人 最怕孩子的人 最容易被 色域磨 磨 磨磨 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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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还有 还有不容易被色埋磨的 对 最容易被女人收拾的人 哎这个有点 最容易被女人骗的人 不是 最容易被每次所获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别生气别生气我不气 气坏生子要活力 哈哈哈哈 给奶奶加一分吧加一分 这算最 最瘦什么人 最瘦观众欢迎的人 很 靠边了 最瘦观众喜爱的人 最瘦女性欢迎的人 最瘦观众喜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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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是中间滕酒奖吗 你后面那个都对 中间那个换一换 最瘦父女喜爱的人 然后 最瘦老阿姨喜爱的人 最瘦钟朗年父女喜爱 对了 学琪 最瘦钟朗年父女喜爱 对了 学琪 是你了当中一会 是 我的粉丝区间基本都在这个阶段 陪你长大 他们都陪你长大 接下来最后一题了 谁没抽 我不去了 我怎么也得得一分 我真的是 但我赛点了 我也要得一分 但我赛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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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得了 我去 我抽 还是你 不是 我没 你看你来最坏 对了 就给我们出的腰额皮 没有 这也太伤人了 伤人 这首饰啥意思 这是我这是进入虎口了 这题 这题老得罪人了 老得罪人了 这题面 人员最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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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还举不 举呀 我们就想知道 你眼中人员最差的人是谁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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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举谁吧 你举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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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呀 这是我自己 哈哈哈 就是你了就是你了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哎呀 人员最差的 啊 我琢磨了一下 导演 这个题只能我扛 哈哈哈 好 恭喜吴磊 哈哈哈 回答正确 恭喜吴磊獲得了我们金波波球奖的提名机会 我们下一次额外获得一张名牌 耶 哇 好厉害啊 接下来我们 要前往下一个任务地点 请大家出发吧 走 走 走啊 对